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岸政策是总统权责 你现在才知道吗 然后他竟然说 我会跟蔡总统一起维持两岸现状 你谁啊 国防外交两岸 那不是本来就是总统的权责吗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你可以 不守护宪法吗 中华民国宪法容许你讲出那些 乱七八糟的话吗 讲出那些垃圾话吗 你今天讲一讲玩一玩以后 很得意洋洋又退回去 你在玩什么把戏呢 1999年从李登辉开始讲两国论之后 陈水扁讲一边一国公同路线 然后一直到现在 两岸光是在GDP 在经济上的消涨 是多么的让人触目惊心 而赖清德的意思是说 台湾不属于中国 真的吗 历史上 真相上 宪法上 台湾不属于中国吗 这款垃圾可以继续垃圾吗 我访问到一个厦门台商 去厦门的时候 我问他对台湾的年轻人 什么感觉 他说两个字 心疼 难道说我们要在五年十年之后 对我们的下一代 更多的心疼吗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野台发起人罗志强 大家好 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大家好 历史老师曹若梅 大家好 好 这个台独之父李登辉 从1999年的时候 开始搞两国论 当时呢 其实后来马英九有讲过说 当时两国论一推出来 所有人都吓一跳 因为他是黑箱作业 他们身为国民党高层幕僚 总统府的幕僚 都没有人知道 全部都被吓一跳 但是有一个人是知道的 叫做蔡英文 因为两国论就是他搞出来的 他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访问 讲的就是说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现状是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然后中华民国建国以来 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不废话吗 但是重点在这里 在1991年的修宪后 两岸关系的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所以不用再宣布 没有再宣布台独的必要了 这就是他的说法 跟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 其实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知道说 李登辉跟民进党 他们两边其实是有合纵联合 然后有一级努力 共同打拼台独前途的一种默契的 2002年的时候 陈水扁讲一边一国 他说台湾不是人家的地方政府或一省 也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或澳门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跟赖清德讲法是一模一样的 台湾跟对岸 他还讲对岸 赖清德这一直讲台湾与中国 台湾与对岸 一边一国要分清楚 这就是赖清德的论述 然后2008年的时候 陈水扁继续搞入联公投 这个时候他已经因为贪污案 已经是所有人都对他无可容忍 已经红山就要声讨他 他搞入联公投 然后由民主进步党提案的入联公投 国民党就提出一个对岸 叫做反联公投 结果这两个公投最后都没有过半 然后去年蔡总统他就任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就讲 没有讲中华民国 就是这个国家A 这个国家B 一直讲这个国家 他们一直在搞这些事情 1999年的时候 两国论的时候 台湾的GDP是2,990亿美元 大陆是一兆 差不多四倍 然后再来 这根绿色的棒子是台湾 台湾是3010亿美元 大陆一兆4千多亿 再来台湾变4千100多亿美元 大陆变4兆多 已经四倍了 再来到2016年去年的时候 台湾是5,299亿美金 大陆是10兆8354亿美金 总共大陆翻了10倍 这样子的一个销长 我们在盲政治 我们在搞分化 我们在搞文革 静平 这个是台湾在忙碌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血淋淋的事实 我记得赖清德 刚接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 说要这个 好好的把台湾的这个经济搞好 我觉得那你就要以全民福祉为念 看看我们的这个GDP数字 落后 远远落后人家多少 甚至这个大陆已经在这个 如这个腾云起飞的 那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在搞这种什么台独 然后仇宗 然后散动这种两岸关系的 这样一个对立 其实跟你要当初 接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把这个经济政策搞好 你不是要弄什么五缺呢 我觉得现在缺的就是 这个我们没有心去搞经济 碰什么就碰壁 新南向也碰壁 然后再搞这个也是一样 那讲这些废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 务实不务实的这个台独工作者 我刚刚觉得说 之前你念完他讲的那一段 就是前两天 语经四座的那个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然后如何如何 全部都通篇废话之外 我只有听到一个很 我不晓得在座那种感觉 大家听到一种 很坚定的论述就是 我们喊台湾独立 现在就是了 我翻成白话来讲 我是胆小的台湾独立者 我是撈的台湾独立者 我们已经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这样独立 好就不要再喊 这样我们才能保有政权 我翻成大白话就是这样子讲 你敢喊台湾独立 你敢喊出这四个字 那你就坚定的 不要把这个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借壳上市 民进党最擅长就是做这种事情 你喊了台湾独立 你何必再去讲中华民国 把这个壳那个招牌拿出来 你不是想要雇注你原来的基本教育派 你的独派之外 你又想要是怕这个统派离心离德 全部跑光光了 然后又故意拿一个招牌 拿一块壳 这是说假的 所以我就说不要装了 你今天看到这个过去 从两国论到一边一国陆联共同 我永远记得在一边一国跟陆联共同 那时候我们在跑总统府行政院的时候 最痛苦的就是 美国一天到晚小布希骂台湾 troublemaker 你就是麻烦制造者 然后当时弄得外交部 要去跟AIT很多事情协调 我亲眼看到好几个AIT的官员 是以止气死 给我们没有好看的脸色 不只是在公开的座谈会 或者是官员到这个AIT去拜访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然后往往就是指着我们的鼻子骂 好像说你们惹来多大的麻烦 你看看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对你 所以这两天美国说重申一中政策 毫不意外 他不喊才是一个意外 所以你就看到 今天这么多长久以来 从两国论一边一国陆联共同 然后到现在又重现当时 蔡英文在帮李登威捉刀的时候 当时就讲说他就是两国论的操刀者 如今这样子一个民独一个暗独 然后再透过赖清德去喊出这样的一个语言 然后两个一搭一唱 你能说这20年来 我们台湾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反复当中 不要说什么路线 其实很清楚 我们今天宪法怎么样 你今天还敢提出说要推动 宪政修改的这个工程 大家反而会疑虑你就是要修宪 不是总统之内内阁 只有什么18岁 有没有投票权的问题 你根本就是要把 现在不是今天立委就冒出来了吗 自由地区那些都拿掉 你就是要把修宪实质独立了吗 你就是要把过去那以来 我们争论的超过半个世纪 内部宪法里面的国家的主权定位 那我觉得很好 你就开始修吧 你就不要忘记 国防部在前一两个月 才在一个国防白皮书里面提出了这个武力犯台七条件 就是两岸如果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生战事的话 就是其中主张台湾独立 还有台湾独立的这个年头 想都不要想 就是有意图这样的一个稿 其中七个条件里面就有两个条件 在遏制你这样的一个台湾独立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 不是把全民福祉放在衣归 我今天已经不记望他拼经济了 你如果要把大家带向战争的边缘 国破名亡 然后所有的这个变成一个凋敝的景象 那他已经在踏上这条道路了 可是各位观众 跟所有的这个国民 你们希望见到是以后台湾变这样的景象吗 光是看过去 先不要讲大陆现在崛起 两岸的实力消长有多少 光是看过去 每一次从李登辉一直到2016年 蔡英文 台湾跟大陆的GDP的对比从四分之一 然后到二十分之一 而现在更是大陆正在起飞 台湾更是消腿的时候 苏巧慧苏贞昌的女儿 她现在因为是立委 她提出了修正案 宪法修正案 有41个立委 联署 要联署什么 她除了一讲18岁可以投票其他的 她说什么 要把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里面 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我们国家现在是分裂的 中华民国 我们国家现在是分裂 跟谁分裂 台北跟台南分裂吗 当然不是 台湾跟大陆分裂 所以我们说我们自己是自由地区 选总统就是自由地区的人来投票 然后大陆那边是大陆地区 是这样他要把这个拿掉 然后还要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叫做台湾与大陆人民关系条例 然后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里面第一条就是国家统一前 赖清德请你认得字好吗 你敢不认识 国家统一前 为如何如何 所以规范叫做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所以叫做一国两区 这个法律是谁定的呢 这个法律是蔡英文 当时是入委会的主委的时候定 当时总统是陈水扁吧 然后这个宪法针纠条文 这是李登辉的时候修改的吧 是不是 所以台独之父跟台独之子 搞出来东西他们现在要改了 志强 其实你去看赖清德这整个做法 就用一个场景来形容 他为什么会 要抛出台湾独立这件事情 因为他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他要当台湾独立 在行政院长任内主张的第一人 可是他做这个人的时候 是谁在倒霉呢 我们去想 其实就是一个场景 赖清德就像是穿着一个 防护衣的一个采风人 然后他牵着蔡英文的手 蔡英文是没有穿那个防护衣的 然后一脚就把那马蜂窝 用台湾独立给他踩下去 然后所以最后那些蜜蜂跑去盯谁 就盯蔡英文 你要知道台湾独立这四个字 其实你看即便是台独教父李登辉 或是陈水扁 蔡英文 你会发现他们至少在公职任内 这四个字他们也都不敢讲出口 都还转弯 对 还会转一堆弯 什么两国论 特殊国与国关系 一边一国 他一定转一堆东西 但是他就是台湾独立这四个字 至少在公职内他不说出口 可是今天赖清德 一当行政院长第一天 他不但是台湾行政院长 有史以来第一个说 他主张台湾独立的人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也是什么呢 也是政治人物 担任到所谓的院长以上的公职 就行政 重要行政首长公职 第一个喊出他要支持台湾独立的人 为什么他打这个算盘 很简单 他喊出之后 他在台独的奋斗史上 就留下了亲民 这是他历史地位 他的屠君地位更稳固了 没错 那你今天实际上 你今天要当民进党的所谓的共主 你难道不要独派的支持吗 所以这个算盘对他打的是非常稳的 可是我要说一句话 赖金德你是献蔡英文于不义 蔡英文虽然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从当选总统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在两岸的用词上 他还算是克制的 就是我们讲说 很多软性台独 他大张旗鼓地做 但是在明面台独上的时候 他至少台湾独立的事 都不敢讲 他没有戳破那张纸 对 他留了一个壳在那个地方 可是现在赖金德壳好 你直接把这个壳戳破 那接下来你叫蔡英文怎么办 而且赖金德就少算一件事 他也许想说 李登辉讲两国论没事 陈隋炎讲一边一国没事 可是你要知道 双方量体差距是不相同的 光这时序表你看 李登辉讲两国论的时候 那时候量体差到三倍到四倍 对不对 接下来你说到一边一国的时候 已经差到将近要五倍了 对不对 已经快五倍了 对对好 然后再到那个路联公投的时候 已经差了将近要十倍了 而现在差二十倍 你这量体的差别代表说对方 就是在对岸的时候 他可以用的所谓的相应的手段 就会多了什么 也就多了十倍 如果涨了十倍就多了十倍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等于是让 不但是对蔡英文来讲 造成他极大的困 他等于过去的那些 我们讲相对来讲 他想要保持的那张纸 被戳破以外 实际上你也是把台湾 带到另外一个很不利的情境 那对大陆来说的话 大陆有他名义要应付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 大陆的名义等一下 我们听听看 习近平曾经怎么样讲过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 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 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 好 他说 习近平说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他会是开玩笑吗 他会像台湾的政客一样 讲一讲 没做到没关系吗 那为什么赖清德今天又Q回去了 说以后不回答这种事情 我相信基本上 赖清德抛出这件事之后 蔡英文一定是不高兴的 那蔡英文不管是 事前他知道的成分 也许赖清德跟他讲的部分 有保留 到最后他超出了这个剧本之后 蔡英文可能表达 是告诉他严重的关切说 这事情对两岸关系的冲击 那就像说习近平讲的 基本上你要知道 两岸关系过去所谓的基础 是所谓的九二共识 是所谓的 但蔡英文他在当选之后的话 他用了一个新的说法 那时候在他的就职的演说的时候 大陆方面其实把它变成是一个 听其言观其行的 一个所谓的未完成的答卷 可是现在呢 一旦说你把这个灯戳破的时候 实际上你要知道大陆的民众 他基本上对于所谓 没有任何一个大陆领导者 可以去罔顾所谓大陆民众 对于所谓的反台独 以及所谓国家统一的 这个心理的需要 那一旦你把这张纸戳破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让 所谓的陆方的官方 他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 他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 10月1日会出刊的亚洲周刊 他会有一篇文章会写说 即将在10月18日举行的 中共十九大 不只是共产党的历史分水岭 也是牵动两岸命运的分水岭 因为习近平 他完成十九大之后 他的权力巩固之后 他要做什么 他未来任期你是习近平 你完成所有的布局之后 你觉得你最大的工业是什么 每一个领导人 他都在想他的历史定位 你是习近平 你想要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如果你把台湾光复 把台湾收复回来 这个工业是几乎要超越 毛泽东的工业 你是习近平 你会不会要 台湾一直在做 这个习近平在给蔡英文 没有答完的考卷 赖清德这样冲撞这样子之后 这个答卷是不是已经等于 把这个考试卷给他撕掉了 就不用了 所以你蔡英文政府你是在制造 你是在逼大陆武统吗 还是怎么样呢 任俊现在两岸是怎样的状况 会不会地动散摇 我觉得当然赖清德的这个说法 一出来之后 大家会关注到就是中国大陆 在这个事件上面的回应 那你看到国台办的发言人 马晓光在这个事件上面 他还是强调就是说 第一个台湾没有成为 独立国家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说中国大陆还是回到 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面 那认为就是说两岸应该要和平共存 那当然有一个说法会认为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上面 比较软性的回应 可能是来自于您刚刚所提到的 十九大即将要举行 所以未来就第一个看 就是在十九大之后 在中国大陆会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民进党政府在乎的是那个数字 光光的人数不能比马正如时代少 那既然大陆可以少这么多 当然要从东南亚这些人去补 那当然补补回来 大家心知肚明 他在乎数字 今天眼见杂志 无相名调 今天公布 就台湾的年轻人对于未来乐观的 百分之八点 可是我认为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民进党基本上就是一套的剧本在走 也就是说他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时间 因为中国大陆不断的告诉四周的国家 讲说他们最近 他们要做叫做和平崛起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某种程度他在算计 算计什么呢 由赖清德抛出了一个他支持台独的这样一个主张 可是随后拿中华民国的这件事情来作为包装 所以表面上实质是这样讲 可是你看他背后的作为 你刚提到苏巧惠 苏巧惠其实你如果看到他的背景 苏贞昌的女儿 苏贞昌怎么可能会在这个议题上面 跟蔡英文保持同样的一个步调 这两个就有嫌隙 当时讲了那个十几次 没你交代 没你交代 这个事情就是有问题 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苏巧惠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度 苏巧惠今天在这个修宪里面 他所提到的这些东西 你记得当时我们在讲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时候 民进党那时候党版还没出来 只有四个版本 其中苏巧惠提出来的版本叫做 台湾与中国缔结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草案 那个就是实质的两国论 根本就两个把中国 苏巧惠的想法 变成外国了 对 苏巧惠当时提出的版本就是这一个 那时候大家就在质疑讲说 你民党现在要搞这个版本 你今天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里面 你特意把它弄成两国论的这个做法 那你再回想他这次提出这个 你觉得他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把那些字眼给拿掉 他很清楚就是要让两国论的东西 直接进到宪法里面去 所以他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单纯的讲说 民进党这里面有没有失言或不失言的问题 我认为他某种程度 他拿中华民国来作为一个包装 而实质上他要做的就是告诉他讲说 我是一个务实台独的人 什么叫做务实台独 虽然有一个梦幻独 讲说他要证明自先或什么 可是如果要讲实话 赖清德的论点如果可以成立的话 他也在骗台独人的票 在骗那些台独人讲说 你们那是遥不可及只有我可以做 但是我讲一个 因为你刚刚讲的GDP 很多人可能没有发现到 现在马上下个礼拜是什么 中秋节要到 每一年中秋节的时候 事实上都会有在大陆的台商 回到台湾这边来 要跟我们的官员 还有我们这个海基会 陆委会 还有我们这个府方的高层来会 去年9月的时候 蔡英文亲自出席这个场合 那时候可能问题是 很多人就在讲说 台商出席意愿不高 今年的举办时间是什么 10月5号 你看为什么总统府都不讲 因为就是台商都已经发现到 你现在搞这个之后 他没有办法再跟你相处 很多人都不愿意回来这个地方 面对我们的这个官员 对 仁宇讲我们再回来看这个GDP 我们在做这个图表的时候 其实工作人员 美工人员跟我们抱怨 说我在找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很小 比例太悬殊 比例太悬殊 他们没有办法做 然后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还是把这个说到可以 才可以这样做 这比例已经悬殊到 表现不出来了 所以说大陆需要 他不需要武统 他不需要穷台 有人说他会穷台湾 或者他不需要 他就继续走他的 一带一路 亚投行 继续做他事 我们什么都不要 董哥我们就不要西境 不要大陆 然后我们要南向 然后对泰国免签 菲律宾免签 结果泰国免签 十年来泰国人在台湾蔓淫 今年创最高峰 然后还要对菲律宾免签 菲律宾是有武装部队的 叛军的 我们就这样继续搞下去 将来会更可怕 不需要武统 不需要什么东西的 因为民进党政府 在乎的是那个数字 观光的人数不能比 马镇吾时代少 既然大陆客少这么多 当然要从东南亚 这些人去补 当然补不回来 大家心知肚明 他在乎数字 今天眼见杂志 有一项民调今天公布 就台湾的年轻人 对于未来乐观的 有8.6% 8.6 不是18.6 不是 同时也做了很多城市 包括上海 上海的青年对他未来的乐观 有50.8 哇 差那么多 对 你可以看到 我们政府对年轻人是什么态度 我们政府对年轻人说 你买18岁可以投票 这是我修现一个重点 年轻人一定会投给民进党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台大的学生 号称被黑道打 然后我们就全部挺他 然后把黑道把他扫光光 因为他再把他揉住说 他就是共产党给钱叫他来闹事的 这个是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又看到怎么样 年轻人 如果你只有13 4岁 你吸毒 没关系 我们会放慢 缓和的处理 因为你将来是手投足 你今天看到 我们整个民进党体系 对年轻人是这个态度 14岁吸毒 没关系 因为大家都会注意 在4年 你就有投票权 如果18岁可以投 所以我当然不能够对你怎么样 对 所以他所考量的全部是为了嫌疾 年轻人对民进党很忠心 那我考量的是对我的选票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谁在乎说你GDP是多少 没有人在乎 大家记得赖清德讲这个话 他没有先去看蔡英文 蔡英文去年的就职典礼 他怎么讲呢 他讲 他说民进党两岸 就是尊重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 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然后来处理两岸的事务 那不就这个吗 是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遍 可是他现在要把它改 国家统一之间 所以你觉得他是都是很有步骤的 先文化台独 教育台独 然后把台大的场子给他冲掉 然后赖清德讲这个 然后最后立委送出来要修宪 他台独让别人去做 因为他自己当总统是不能讲 那别人讲 赖清德讲他说他是个人的主张 一个行政院长在立法院的答复 能够有个人主张吗 那你就不要干行政院长 这是全世界的常识 他违宪就应该下台走人 你觉得你是个人主张 跟你的国家政策不符 你就下台 你干嘛练战行政院长 对不对 但是你今天看到 民进党很多人 他觉得说见内心喜 譬如说苏巧慧的角色 刚刚仁静讲的苏巧慧角色 其实在民进党里面 蔡英文最大的 内奂其实是苏贞昌拍戏 很清楚嘛 那你今天看到 新潮流哪那么多地方的政府 对不对 甚至拿到行政院长 这新潮流 政国会拿到台中的市长 林家荣 对不对 这代表游锡坤的 那苏贞昌这里是没有位置的 就地方他是没有县市所长的 他现在最债务是哪里 我要拿新北 新北你蔡英文不要每天派楼智政来跟我们抢 我们至少要有一块地盘 所以我一直丢很强烈的东西 是民进党内部的主张 可是是你蔡英文不敢接受的 那你要我把这些退的话 要我不要再提的话可以 新北我要 骨头吐出来我要 这是一个潜力的一个角逐 可是你一定要用水泼不腥 然后在下面搅动嘛 所以你看到这些人 民进党哪有人敢搞台独 没有办法 因为会限制他的不是 不是中国共产党嘛 是美国政府嘛 他自己很清楚 一个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 看不懂什么叫做国家统一之前吗 他们在玩我们的命 然后来拿他们的位置吗 现在又举回去了 说这个议题我不谈 蔡英文任命赖清德这个动作就是民毒与暗毒的河流 就是民毒与暗毒的河流 就是说更进一步来说 就是曲线台独 过去的这个曲线台独 过渡到直线台独 就是台独是本来是一个普通引擎 加上了一个涡轮引擎 它的这个速度动能更大更快 这是第一个值得观察 第二个就是说台独基本教育派 真正全面进入中华民国这个体制的骨髓核心内部去了 那我们知道从去年5月20号以后 蔡英文上台当然任命这个林权组阁 那独派的人士从去年的5月 一直骂到今年的9月 一直骂林权 一直骂蔡英文任用老男男 骂了一年四个月 终于因为林权的下台 这个赖清德的上台而结束 为什么结束呢 因为台独基本教育派 总算可以进入中华民国 这个骨髓跟灵魂的这个核心里面去 除了借壳上市之外 而且还直接进入这个骨髓 当一个人的中苏神经 注入了这个台独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教育派的精神的时候 这个中华民国实际上 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华民国 第三个值得观察就是说 刚刚放了这个影片 这个习主席的这个影片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双百 大陆有两个百 一个是建党100周年2021年 另外一个是大陆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周年 2049年 2021到2049年之间 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 换句话说 2021年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 就是说改变两岸现状的一个状态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这个台独加了涡轮引擎之后 只是在促使大陆 加快这个统一的时间表 大陆方面要强化这样的决心 那这样的状况 我们是有认真的去面对吗 当我们面对 中国大陆和平崛起的时候 台独心惶惶 那台独心惶惶 台独的能量 刚刚这个主持人也讲 台湾的GDP 大陆的GDP 这个十多年来的一个对比 还有综合的这个力量 大陆的综合国力 台湾的综合的力量的对比 这样的情况 台独的基本教育派 还处心几率 要改变这个中华民国 要让台 要让这个借壳上市 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 一个台独的话 我认为 这个是拉着2300万同胞 往这个火坑里面跳 近平 当然前国安会秘书长 丁渝州他说 朝野不顾国家安全 争相讨好年轻人 我们征兵制度 期限一直缩短 现在只有四个月 四个月 怎么打仗 四个月 但是台湾还是有乐观 说我们没有当麻烦制造者 也没有挑衅 也没有宣布台独 然后也没有挑战 对岸的一中底线 可是赖兴德这样做 是不是算挑战了 对方的一中底线 不要说挑战对方的一中底线 他根本就推翻 中华民国的宪法了 这样子 再加上说现在对军公教人砍年金 然后文化台独 教育台独 一直修改教科书 他是不是在逼大陆启动 反分裂国家法 是这样吗 其实这些条件都已经造成 台湾内部的社会分裂 还有包括军公教的年金改革 也造成很多的军心士气的动摇 在这个大陆方面 如果你从军事的角度去解读的话 现在台湾的两岸军事的对比 从这个实质的兵力跟武器装备 已经不成正比了 这个武器装备 我们远远落后不说 我们也没有更新的东西可以更新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从兵力上 刚刚也提到了 都改成募兵 全募兵了 然后都要这个四个月 四个月其实就是夏令营 两个月两个月的这种 进阶版的成功岭 夏令营 真的就是两个月两个月这样子 然后召集完了就没有 然后兵也不敢操 因为怕出事会被媒体爆料 对对对 然后家长会抗议 明代会介入等等 太累了怎么样 对 都有然后不敢粗糙 36 37度就不要那个 34 35度都不要那个粗糙了 那民进党他要独化怎么办 所以很简单 两条路 第一个 先把孙中山的地位把它抹上 还好现在我们百元大招校是孙中山 不然的话还是也认得孙中山了 所以革命党人 抛头颅撒热血的那个热情 孩子们也 以现在的这样军事上的角度来看 也难怪亚洲周刊 在最近一期他也提到说 你这不是变成给 在大陆如果从军方 包括他们鹰派的人 的确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势 现在为什么会提到说2021年 当然2021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他们是一个建党百年 刚刚其实包括主持人跟来宾都提到说 如果习近平他寻求一个超越毛泽东跟这个邓小平的一个历史定位的话 那你就是在2021年的这样一个中共建党百年的这个之前的时机 是一个能够恢复到过去他们在这个建立他们一个政权之前 想象一下历史上中华民国推翻了满清政府 满清政府在那个时候把台湾给纳路版图 就是康熙采用了这个姚启胜 还有包括用了施朗这个翔将 所以你才能够把这个台湾在康熙22年的时候纳路版图 所以这个历史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背景 老师也都在现场 那今天你今天台湾出现这么多的一些条件 从过去大陆他们很多的这个台湾内部出现的一些 本来是三个条件 后来四个条件到现在变成七个条件 七个条件也是我们国防部自己加上去的 中国大陆从头到尾就是三四个条件左右 就是台湾独立然后内部分裂 外国的势力进驻或外国的兵力这样 那今天你们看到这样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对峙 已经呈现了失衡之外台湾已经没有战力 还有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军心事件最重要的是精神战力 你们这些喊着台湾独立的所有的这些独派的分子 或独派的人士支持者或者年轻的人 也都是毒粉好了都被洗脑了毒脑 那有没有这种事实抱着必死的决心 一旦发生战事我一定上战场为了台湾独立保家卫国 我一位为台湾独立的战没有 你想想看有多少人会为台湾独立 没有那个必死的决心 所以今天人家看到这种有可乘之机 自然而然在军事上的这个兵棋推演规划角度 只要他达到同时反矩子的能力 什么叫反矩子 防止这个境外 包括这个美国 日本 韩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势力的介入 他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战力跟能力的话 我相信这几年他的军事实力跟他的经济实力一样 不断的往上窜身 突飞猛进 今天有一个新闻 他们的歼二十已经入列服役了 歼二十 我们还在IDF F16 什么这个重新的这个翔森 凤凰是一些新的专案 我们F16还是AB 虽然一直说要升级成F16V 跳过了什么这个F 什么EDF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都是后话 你到这些东西拿不到 等到人家真的一旦发生什么危机 我们根本没有让敌人感到说 胆敢跨越雷尺一步的那种侥幸之心都没有了 中华民国怎么成立的 从1905年 国父孙中山他提出来这个名字开始 之后中华民国在1912年宣告成立之后 推翻满清 请问满清是在台湾吗 满清是在台湾吗 推翻满清 所以中国的朝代满清之后是中华民国 那台湾跟中国没关系吗 那赖清德从澎湖寨巡检师 你要不要去查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据考证是在元氏祖治元18年 也就是1281年的时候 福建省泉州府设置了这个巡检师 然后呢在康熙的时候 在康熙之前明朝又复设 澎湖寨巡检师 到康熙23年的时候 台湾正式并入清朝中国的版图 当时设了一府三县 台湾府呢 还是属于福建的 所以赖清德 这整件事情 一直到说中华民国光复台湾 台湾从被割让给日本 一直到中华民国光复台湾 拿回来之后 一直到现在 老师请告诉我们一下 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旧的教科书怎么描述这些历史 而新的教科书又是怎么样 制造一大堆毒粉出来的 之前你的历史读得非常棒 不过我认为刚好这三个段落 就是台独他们的三部曲 那么孩子是未来的国家的栋梁 是主人翁 所以教育这一块 他们当然要下手 比如说我们看之前 你整理出来的第一个 中华民国成立 没错 1911年宣统三年 武昌起义成功 各省响应 武昌起义成功这是事实吧 各省响应 不能说台湾起义 澎湖响应吧 不能这么说吧 好 OK 当时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1912年 孙中山在南京就职 不是在台北就职吧 对 好 那怎么办 那民进党他要独化 怎么办 所以很简单 两条路 第一个 先把孙中山的定位 把它抹上 还好现在我们百元大超少 是孙中山 不然的话 孩子也不认得孙中山了 我们来看课本 就是实例 好 除了我们说 武昌起义 改成叫武昌起士 你看这个10月10号 孙中山领导的 第11次起义之前 不是第10次叫做 黄花岗 72烈士吗 整篇课文里没有啊 没有 没有啊 没有黄花岗了 所以刚好搭配 三二九七年节 也取消了 那这样子不是天衣无蹦吗 所以革命党人 抛头颅 撒热屑的那个热情 孩子们已经不知道了 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那么民国成立以后 我们都知道 孙中山千辛万苦 所以当他遇到了政治挫折的时候 课文里怎么说 一个方式呢 就是流亡日本跑了 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必居上海躲起来了 你看这哪有 还有国部的阁呢 所以这样是不是已经 抹杀了中华民国成立 跟台湾的一个关系了 好 再来看志贤 你说的第二个重点 台湾纳入中国版图 对 对 志贤你讲得很清楚 在1684年 康熙皇帝把台湾纳入版图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点 1885年 光绪皇帝的时候 正式台湾建成 我们都知道 刘明传是首任巡抚嘛 对不对 这个是切割不掉的历史嘛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没关系 他们还是有办法 还有办法 有 因为呢 1895马关歌台了 对对对 所以从此进入到 日本制台时期了 对 所以呢 就歌颂日本的攻击 比如说我们看这儿 就把日本在台湾呢 做了好多建设 让台湾人民呢 是多服务多寿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随便念一下 台湾的瘧疾祸乱 鼠疫都没了 台湾人民的平均寿命 都增加了 比如说男生 就由27岁 就增长 长寿嘛 就变成41岁 那么女生就29岁呢 平均寿命增加到45岁 你看日本人的建设 是不是让我们觉得 台湾跟清朝 清朝只会打败仗是不是 那所以是不是跟台湾 跟中国大陆 再一次的划分 这就是第二部曲啊 可是那清朝明明 在台湾很多建设啊 他也有朝公镇啊 然后也有流民船 有盖铁路啊 这些所有的事情 清朝200多年在台湾 做的什么事情都抹杀吗 你知道克本在流民船的建设 最后还有一个落款 它引起了很多原住民的纷争 因为它强行征地 还有强收填付税 所以它还有这样的落款 所以连流民船都变坏人了 它就有逐渐抹杀它攻击的部分 好 再来我们看智贤你整理出来的 第三部曲来这个关键来了 中华民国光复台湾 这个1945年10月25号 当时国民政府在现在的中山堂 举行了日本的投降的典礼 正式的接收台湾 这个是不容抹杀的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 接收台湾之后 不到16个月 是不是发生了228事件 所以就在228事件这边 大做文章 当这些东西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 这些事情的这些人来讲 他没有任何的说服 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根本没接触过 他唯一能够接触到的就是 文字上面给他的东西 那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所谓的教育 学生就是当班 他完完全全不知道 拍子的色彤在讲 因为学校老师这样教 因为课本这样写 因为课刚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OK 他根深一步就停留在这里 这个才是最 我来念一段课文 之前你听听看 这个课文的声音是什么 由于228事件中 许多台人精英遭到残杀 另有部分精英流亡海外 发起台独运动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台独你们都在批评我 其实是你们自个儿造成的 是228之后 逼得我们不得不台独 所以加上来 不少人对政治冷感退缩 以至政府牵台以后 指的就是1949 蒋介石政府牵台 就可以轻易的展开 威权统治 加上外省人长期的垄断 军政大权 因此造成了省级情节 造成了族群的撕裂 所以一切都是国民政府造成的 因此之前你看 这一本是过去李登辉时代的 认识台湾 那么认识台湾呢 最后一章 第十章 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 经济文教与社会 这整章三节里边 没有蒋介石一个字 所以蒋介石对于台湾的 经济文化建设都没有贡献 不过我觉得不写还好 写了更糟 因为呢 现行的版本 我们来看看蒋介石的形容 是什么 蒋介石的形容 因为之前你不是说 中华民国光复台湾以后 蒋介石是主角了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现行版本 对于蒋介石怎么形容 好 之前你听我念这一段 领导中国国民党的蒋中正 为了巩固在台政权 借由威权统治 压制反对意见 造成白色恐怖 并且连续担任五任总统 直到民国64年逝世为止 果然写得更糟 对 所以我说 不写还好写得更糟 就是他把所有的事实 经过扭曲 可能每一个字都是事实 可是我中间的过程 跟所有东西都全部扭曲以后 任何有写信的台湾人 台湾青年 如果再投国民党 你就根本不是人 你读这样教科书 你以后还投国民党吗 读这样教科书 你可以觉得你是中国人吗 任俊 厉害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刻纲这件事情 真的是问题很大 我讲真的 就是说过去这一段 所发生过的事情 你说老一辈的 他是死之经历过 所以当你拿这些东西 去告诉他的时候 他有些他没办法接受 因为他所看到的 比如说你说228的 那个事件里面 那难道外省人 在那个过程当中 就没有被杀的吗 难道就没有因为这个事件 而受到伤害的 那你一直只放大本省了 所以当这些东西 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 这些事情的这些人来讲 他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根本没接触过 他唯一能够接触到 就是文字上面给他的东西 那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所谓的教科书 来自于学校就告诉他说 你看你怎么能够认定讲说 他当时实施的那个威权 那难道他对于台湾 没有任何的建设 没有任何的一点 丁点的帮助吗 但是对不起他不提 所以当他受教育 因为他是一张白纸 学生就是一张白纸 他完完全全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的状态这样 因为学校老师这样教 因为课本这样写 因为课纲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OK 他根深蒂固就停留在这里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以前我们讲说用威权 是用所谓的高压统治的方式 可是你现在发现到 事实上他把很多东西 全部都抹去掉了 他留给你的记忆 其实就是我想给你什么 你就接收什么 我不想给你的 OK你一辈子都得不到 那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你才会发现 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是 这些人为什么一跳出来 就会讲说我叫做天然毒 我一生下来我就知道 他其实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毒 而是因为他的教育 给他的环境就变成这样 台湾的年轻人 被这些东西 台独的所有的东西 搞得该怎么办呢 我在厦门的时候 碰到一个台湾 他是客家的年轻的台商 在厦门发展 才30出头岁 然后我问他 对台湾年轻人的感觉 是什么 他跟我讲 他这样讲 其实我是心疼 我觉得会用一种心疼的角度 去看待 甚至因为我还没有结婚 但是我妹妹有两个小孩 我甚至会去想说 接下来我妹妹有两个小孩 那他们要做什么 是吗 为什么 因为应该是说 我觉得有点看不到台湾下一代的产业 在哪里 当然说 就是平平顺顺利利 我相信还是可以 可以生活的不错 但是好像缺乏了一种 就是台湾再起飞的那种感觉 大陆并不是唯一的市场 也不是绝对一定要来的地方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这边看看 今天大陆其实已经不太一样 我们曾经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是我们没办法好好去发展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经济 而我们的执政的他是在搞政治 他想到的年轻人是如何变为我的选票 可是实际上年轻人想的是 我如何来用我的能力去打拼 赚更多钱 来做好我的经济 然后照顾我的家人 所以他虽然没有结婚 他想到他妹妹有结婚有小孩 那其实之前你可以看到 我们两个礼拜前 我们两个在夏门做了很多采访 我们那时候看夏门街道最惊奇的是 这个街道比台湾任何一做城市还干净 已经超乎我们过去想象了 可是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他一直不让你去了解对方 让你去看到人家的好 人家的进步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GDP 那是十倍数的在成长 那成长到已经 我们关在这里我们自己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去夏门的人 他自己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回头看台湾觉得很心痛 他可是在台湾生活30年 这几年才去夏门 那他一比较再回来看一看 他那种冲击是非常大 他觉得我的痛心是 我想到台湾的年轻人 他是没有未来的 结果我们的行政院长他在讲 他说我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我是务实的 你哪里务实呢 你搞政治搞选票你是务实啊 你没有想到说 这些年轻人想的是什么 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啊 你们只想克刚洗他的脑 克刚是什么 克刚就是他们写的 完全在歌颂日本人 里面没有什么真实啊 其实我觉得一个政府 或一个社会 旺的历史就不会有未来 台湾其实是可以很好 也可以更好 可是为什么今天越来越走 越边缘化 大家越来越说 越来越怕 越来越怕 越来越说 其实就跟我们在过去 民进党一直成功操作四部局 他对台湾的历史 对中央的历史 扭曲 然后淡化 遗忘 所以你今天看到最痛心的 他痛心我也痛心 我们下一代的前途在哪里 领导的人有想到吗 没有 他想到是 这些会变为我的选票吗 我要把它变成是选票 选票是你们的钞票 但不是年轻人的未来 志强你在政府服务过 就是你们做的很多决策 将来就会变成影响人民生活 很巨大的力量 其实我觉得 一个政府或一个社会 忘了历史 你就不会有未来 台湾其实是可以很好 也可以更好的 可为什么今天越来越走 越边缘化 大家越来越说 越来越怕 越来越怕 越来越说呢 其实就跟我们在过去 民进党一直成功操作四部局 他对台湾的历史 对中华民国的历史 扭曲 然后淡化 遗忘 最后是替换 什么扭曲呢 他都会有很多讯息 去告诉你另外一个 扭曲的事情 比方刚刚志强 你刚刚讲的说 流民船 我告诉你 你不要讲流民船 流民船盖着台湾第一条铁路 对不对 你知道我听到他们讲 第一条铁路是不能够用的铁路 一句话就结束 勾掉 那你说蒋经国跟蒋中正 在台湾的建设 提都不提 白色恐怖就盖了 那最后呢 等到这历史都忘了以后 我才能够方便 我替换中华民国 我只有一句话请问你 马英九执政八年 为什么不改 这个可能要一小时讲 为什么 为什么纵容那个台独的教科 是不是继续搞 马英九要历史责任 他有改一些 但是来不及 要讲一下